跟當說戶籍不一樣獎金不一樣就沒道理 我認為還是運動產業做起來會比較有長遠 就是比賽完連個獎金 然後就沒有 如果沒有一個運動產業 其實我們後來都到我們市政府去上班 聊天還有準備 那不要聊天 那叫演講 大家開心就好 市長你剛有提到 東澳給台灣人帶來很多美好食物 那郭興泉是拿雞排 他也是台中人 像金門台中都紛紛幫選手來加碼獎金 台中這邊會幫郭興泉來加碼 當然沒有問題 一定會的 加碼數字有了嗎 我們現在正在尋 有 但是現在不能告訴各位 謝謝 市長 因為剛才台東也加碼了 那北市這邊你怎麼說不加碼 我加碼也沒有他原來的高 因為現在林陽可以說 因為金門加碼關係 所以兩人的獎金就差了300多萬 所以另外一個涉及北市 就有一點點小尷尬 北市會幫忙來補習這個獎金嗎 這個像這種東西不急 我們會做一個比較長遠的規劃 像這種東西應該要 不應該當說戶籍不一樣 獎金不一樣 沒道理 本來是 其實我昨天講一個更大 更重要的 我們還是要建立台灣的運動產業 這才能夠永續經營 不是比賽完連個獎金 然後就沒有了 這還是 但是老實講 以前我在2011年辦世大運 最遺憾的就是 沒有把台灣的運動產業一次把它做起來 這還要想一下 其實這要規劃 市長那你昨天 還有一些企業任養 但是我覺得還是應該有一個比較 比較整體 還是我認為啦 還是運動產業做起來會比較長遠 市長你昨天的影片 叫東奧的國首網演藝圈發展 就被議員批評說很不尊重 然後整個聊天感覺上是沒準備 聊天還要 如果聊天還要準備 那不叫聊天 那就要演講 其實聊天就看到小朋友很開心 大家開心就好 市長昨天北市有新增的一個個案 15789就是那個有到旅館的 那可是新北說這是源頭是北市 然後北市昨天說是新北 這戶是負責嗎 這個其實喔 首度生活圈本來就會在一起 不過現在因為目前的醫療制度 是用居住地的 它的編號要登記在它的居住地所在的縣市 但是我覺得這不見得有意義 因為你說人在台北上班 然後人回到新北去住 班上回家 所以有時候我後來慢慢就發現說 今天台北幾個 新北幾個 一開始我們還會很在意 後來就覺得沒有意義 因為這個其實根本就 首度生活圈都混在一起 市長今天是還振興觀光 但是像那個很知名的萬華的牛肉麵 這件紅肉麵它在已開放的前一天 疑似就是熄燈了 那是不是也是因為之前撐太久 有點收不下去 萬華會員有辦法的證實 我跟你講喔 這個其實這樣啦 要看疫情啦 其實我們本來就是 台北燈節拖到接近 其實我本來想法 台北燈節青山王 然後西門町 然後再來是那個 那個聖誕節 那個叫愛護縣基督教 所以有一計畫在那個台北市的南區 有一系列的活動 但是這樣啦 這也要看 也要看疫情如果這個越來越好 那都OK 所以很多東西是這樣啦 我們就do our best 盡力去安排 但是還是 有時候也要靠大家合作 所以說恐怕還是口罩要戴一陣子 因為看起來 看那個Livra病毒 就算打疫苗兩劑還是要戴口罩 不然傳染力還是蠻強的